退休之後,第一時間你會想做些甚麼呢? 環遊世界,還是繼續增值自己? 不過要做到理想的退休生活,到底要儲多少錢呢? 根據匯豐銀行每季更新的匯豐退休策劃指標 這個指標將退休生活分為四種 如果選取每月開支最多的一種 單身人士每個月預算就要到41,000多元 而人家庭每個月預算就要到54,000多元 想確實有個退休預算 大家可以運用投委會網站內的退休預算計數機 按自己的年齡、年薪、強質金結餘、其他投資、每個月儲蓄 預期投資年回報等等 去計算你的退休生活所需和目前的儲蓄缺口 另外,大家可以用FIRE計算法去規劃退休預算 當中的4%規則 只要將你預期每年支出的金額除以4% 也就是乘以25倍 用這筆錢去做你日後退休的投資額再持續投資 每年只提取總金額的4%作為生活費 只要每年的投資報酬率多過4% 就可以每月有生活費之餘 資金亦都不會減少 換句話說,只要存到能夠滿足4%法則的金額 就可以退休了 不過,隨著現代人壽命越來越長 或面對未來通脹的壓力 最近有人提出將安全提款率 改為3.3%至4%之間 如果將提取資金比率改為3.3%的話 可以有兩個做法 第一就是FIRE數字不變 但要降低每年的提款額 第二就是增加FIRE的數字 即是增加退休儲備 而支取退休今天的年份就會拉長 已經有退休打算的你 不妨試一下以上方法啦